Leo了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 羅馬人對上一手碧亞人 這場比賽是 紅牛統治盃決賽 那決賽呢 果不其然是來到了 Viper 跟 Hera 來到參加這個決賽盃的影片裡 那兩位雙世界冠軍的頭銜呢 果不其然沒有讓大家失望 終於來到了紅牛盃的決賽 那這裡看一下文明的部分 Hera這邊是選擇羅馬 羅馬的話 步兵鎧甲點一次 就可以獲得兩倍的效果 所以Hera這邊也可以考慮 選擇裝甲步兵或是槍兵壓制 槍矛前壓插塔策略也是ok的 那Viper則是選擇了一手碧亞 這個文明是比較適合走 工兵路線還有步兵路線 所以這邊是選擇了槍兵 背上工兵的一個前壓 前起的部分還是靠了工兵跟槍兵 去做一個壓制的前期打法 那一手碧亞的工兵呢 射擊速度也是有事一面 最快的文明 射速超快 好 這邊已經來了 工兵已經開始輸出 但這邊只是沙羅而已 這邊只有一隻工兵而已 其實有限 能夠沙羅的東西是有限的 畢竟還 這邊可以看到 一手碧亞這邊已經點下一級射了 Viper這邊高速點一級射 那Viper這邊是補下了一個戰船 那這一次比賽呢 我們會一口氣看完了 所有的比賽 所以大家可能需要一些耐心才能看得完 好來看一下這一把 第一把 第一把就是一手碧亞對羅馬 好 左上角有一些在小打鬥 但是都是馬在引導著 Viper去做前進或是後退的動作 出馬還是有比較多的主動權 主動權 工兵跟槍兵 真的是沒有移動速度的優勢 很容易被 有點被動狀態 除非工兵數量夠多 可以正面突破 那Viper在那之前是沒有主動權的 好 這裡槍兵跟工兵 還得追左邊這四隻肉馬 好看一下這裡 要抓掉Viper的肉馬了嗎 哦 衝進去 抓掉 漂亮 Ara這波 順利帶走Viper 那這一次的冠軍呢 是四萬五千美 然後第二名好像是兩萬七千美的樣子 所以呢不管是誰拿第一拿第二 這個獎金都是非常的豐厚 以上這些數字呢 都是美金 剛剛有說兩萬七千美跟四萬五千美 可以乘以三十塊 就等於是台幣的獎金了 所以斯蒂帝國呢 如果你對斯蒂帝國很有興趣的玩家們 那你覺得自己也有這個實力 可以加緊練習斯蒂帝國 明年呢 斯蒂帝國好像有更多的比賽的樣子 看了一下各方的這個網站上 還有這個公佈的一些資訊來看 明年的比賽會更加精彩 還有更多的獎金 可以讓各位去爭取 好 這邊可以看到現在是十隻肉馬了 哇 這個十隻肉馬是好多好多的 OK這裡點下拼中囉 這一波要直接把VIPER的肉公兵給帶走 這一波VIPER會全倒 HERAO這一波肉馬壓完之後 點下了一擊馬凱 但是沒有馬凱就直接上了 再無所謂 公兵數量少 不用等馬凱 就可以直接打得贏 這一波VIPER是直接炸裂了 前線的兵全倒 後面第二個射箭槽也來不及補 唱兵數量完全不夠 這兵還好有為死 還可以再撐一下 好但是HERAO的戰船也慢慢出來了 好這裡補下了一根料望塔 要來守住這裡的魚池 OK 正面打贏也沒有繼續 無腦追 好這裡HERA有點空過來 但是VIPER的肉馬送掉 左邊VIPER是隻挖石 偷的村民直接被打出來了 哎呀這兩個村應該是逃不了了 好那現在情況看起來 嗚~~VIPER這個炸 直接炸了一隻 兩隻村民 但是VIPER後面的經濟已經遭受到了 全部的肉馬騷擾 生活無法治理 經濟已經炸裂 村民損失已經來到12村 13村 死傷人數還在持續擴大當中 這一圖肉馬解不掉 基本上也就走遠了 OK 槍兵出來搓一搓 但是可以看到槍兵現在搓肉馬 其實效果並不是很好 有品種又有異防 現在只差一攻 再點個一攻的話 VIPER就完全打不贏了 雖然現在也是喔 完全打不贏 這個雪上加雙阿 現在連海戰也打不贏了 OK 雖然這邊是走了雙射箭場 但是剛剛經濟炸裂的關係 工兵現在 承襲有點困難 好 這邊繼續拉弓 往後拉扯 用村民去坦一下 但是毛兵過來了 這波馬兵跟過來 工兵繼續往後拉 完了完了 VIPER的工兵又沒了 村民也是被肉馬給砍死 第一場 VIPER就要被秒殺了嗎 這就是 PERA的 新世界冠軍的實力 各位 太猛 肉馬直接硬追 硬追 簡單又粗暴 A就完事 A就完事 OK 那PERA這邊還 繼續 有這個 要進攻阿 肉馬好像斷了喔 跟這個村民又要在哪一村 哇 這一村又拿下了 HERA這邊沒有打算補漏馬 點下了城堡時代 那點完城堡時代 沒意外的話 應該還繼續補漏馬 但這波VIPER的村民術 還在有死傷 哇這個死傷人數有點多阿 VIPER這波死的有點慘 但是 HERA其實村民術也是死很多阿 剛剛 這一波也是讓HERA有所 受傷 但是VIPER的經濟還是有點炸裂阿 可以看到兩邊的村民術 39對40 但是HERA已經順利的點下城堡時代 要是這邊的城堡時代以上 可能會變成 城堡勸退喔 這個時代差距太多了 VIPER的經濟已經炸裂了 好 好 那現在經濟兩邊 都是被抓了13村 TC閒置來到了1分鐘跟1分15秒 但是支援差距來到了差距1200支援 最主要是VIPER的大部分的村民 都跑到了家裡了 沒有辦法去外面正常捕魚了 所以這一張地圖 真的是前期失去的捕魚拳 基本上就沒什麼救了 那HERA也深知這一點 很努力的使用肉碼 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好 這裡點下城堡時代之後 繼續暴露碼 待會就直接轉清奇兵 繼續延續攻勢 原本CD我都只有公兵 轉奴兵 現在呢 很夯的打法 也有這個肉碼 轉刺 轉這個清奇兵 好 果不其然 HERA這邊是直接拿下了比賽勝利 VIPER這邊打出了GG 城堡勸退 完美 這把比賽 HERA是完全沒有懸念 直接拿下了比賽 只能說HERA這波是打得好 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波內陀公兵 VIPER直接死在這個地方 也是因為我覺得HERA這邊 落馬是算長得不錯 而且會兵時間也很好 這個肉碼下來一出現 就直接給他包掉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那VIPER這邊 走公兵路線 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槍兵配的不夠多 雖然前期的槍兵很多 但是到了中後期 這個槍兵的數量 至少要是公兵的一半數量 才有可能扛得住 這麼多的肉碼的壓制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第二場比賽吧 好 比賽來到了第二把 波蘭對上亞美尼亞人 那這場比賽的重點呢 是 中間的淘金的地圖 中間有個聖物 而且有大量的黃金 大家都把它稱為是 黃金之河 這個叫做黃金之河 中間有一個河道 應該還是黃金之流 好像是黃金之流 呵呵 那這張地圖呢 他還是可以去打海戰 那這邊VIPER是選擇了波蘭人 那亞美尼亞 是HERA選擇的溫秒 那這張地圖 亞美尼亞人 是很多人會選擇的溫秒 那主要是因為 亞美尼亞這張地圖的 海戰大權優勢非常的好 因為河道不寬喔 所以爆破船的壓制能力 是非常強大的 船通常是難以散開喔 因為這個地圖就這麼小 要散開也很難 亞美尼亞的銀罐呢 可以讓爆破船的範圍變得很廣 而且經濟又很好 後期呢也可以打僧侶 缺點是沒有火炮 比較害怕對方的火炮工程 或是巨頭的壓制 那VIPER這邊是選擇了波蘭 波蘭這個文明的打法呢 是不需要黃金喔 也可以有效去壓制對手的一個文明喔 亞美尼亞怎麼開局就在發呆了呢 這個戳筆 地基一直沒有敲下 難道是伏筆 好 這裡兩隻弱馬溜了進來 呦呦 撞到了 這個城門 停了下來 但是又繼續進攻 好那HERA這邊亞美尼亞人 前期呢有個優勢喔 就是他在黑暗時代就可以按槍兵喔 封建時代就有重裝長槍兵 所以HERA這邊要走防守戰的話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本身亞美尼亞人來說 他是一個步兵文明喔 步兵文明 所以他在打波蘭人的話 基本上只要防得好 應該是問題不大的 OK 那現在兩邊都是走一個 稍微有點農的路線喔 都沒有大師報兵 而是先用洛馬去偵查了一下 偵查了一下 看一下對方的決策是什麼 好這裡把家裡給維食 維食就是要開農的意思了 好洛馬還在偵查 兩邊都是做好了偵查的準備 OK VIPER這邊肉馬兩隻 HERA這邊也是兩隻 兩邊都是選擇了一個維食 那波蘭人呢 他是非常需要大量的安全空地的文明喔 因為這個大莊園一定要守住喔 然後在大莊園旁邊撒下農田喔 就可以立即獲得8%的食物喔 這個效果讓他非常的舒服 OK 那現在VIPER的食物量可以慢慢拉起來 但是HERA這邊前期呢 是沒有去外面開始補這個香龜 最主要是因為香龜的 捕魚的速度喔 算是小魚喔 他並不是大魚 所以捕魚速度其實並沒有那麼的快 而且要守住外面的這個魚群喔 也不是那麼的容易 因為這個地方喔 都是可以讓刺猴槍兵喔 過去進攻的 所以像這樣地圖喔 比較少人會在前期去捕魚打海戰喔 反而是大家會選擇直接開農喔 直接上城堡時代 3TC 4TC補下去 果然不惜然 HERA這邊是補了4TC 太狠了 OK 直接補滿 那VIPER這邊是補下了 馬 馬舊科技 耕種技術 清起兵 看來是想要打一個聖物森旅戰 那應該在家裡會補一個修道院 OK 修道院果然有補 通常補這個奇兵科技 這裡就是要來先搶聖物的想法 那亞美尼亞的修道院呢 自帶一個聖物的關係喔 所以以上城堡時代 能先補一個強化教堂 對於他在城堡時代初期的經濟喔 會有大幅成長的空間喔 這裡其實有個洞喔 這個洞我沒有打算要補嗎 而且HERA這邊撿生物 還有戰鬥技師的優勢 撿生物速度之快 馬上就撿到了一顆了 HERA這邊點下了 手推車 經濟直接控好 經濟起飛了 波蘭的大莊園之力 好像也跟不太上HERA的 亞美尼亞人的經濟的感覺 透明差距已經被拉開了 55對65 這隻騎士沒有辦法活著回去 VIPER順利撿到了HERA的一顆聖物 OK 現在 欸 沒有撿到喔 其實沒撿到 好 中間把這兩個戰鬥技師搞定之後 繼續往前衝 VIPER這邊已經往裡面衝了進去 撿下了一擊馬凱 HERA這裡家裡完全沒有防守人力 聰明只能被迫收穿 VIPER這邊進去偵查看了一下 哇 裡面都是TC啊 原來你這麼濃 但是VIPER也補下了第四個城鎮中心了 那這匹馬 這些馬應該就是稍微進來偵查一下 讓HERA收穿 就可以做到他 進來該有的效果 好 這裡繼續拉 OKOK 這裡去騷擾 那VIPER最後是拿到了三個聖物 那亞美尼亞自帶一個 所以是撿到兩個聖物 所以最後的結果呢 是兩邊 就是三聖物 對三聖物 好 清奇兵抓掉這隻聖女 漂亮了 OK 三聖物現在已經 在這個修道院裡面了 好 左邊也有ローマ 這個VIPER正在控圖當中 結果騎士出來被招翔 兩邊都點下了帝翁師帶 這張地圖 打農的 看是蠻正常的 但是中間沒人控圖 就蠻不正常 難道知道這張地圖 誰控中間誰就會確診嗎 因為早期去控圖 會挖石頭影響自己的經濟 頂多就是蓋TC 那現在HERA 是決定要來挖石頭前壓了嗎 城堡也挖出來 MIPER的兵也是 開始把石頭挖出一棟城堡 MIPER的僧侶直接壓制到了 HERA家的這門口 好這裏 正常祭司又遇到清奇兵 又倒地了 這裏怎麼會有村民呢 這裏怎麼會有村民呢 這個是招翔道的村民嗎 應該是 VIPER這邊是先點下了戰毛兵 應該是想要先防守 HERA的複合弓箭手 遠鴨美尼亞人最麻煩的東西 還是他的寶兵單位 複合弓 這個可以直接穿甲的單位 VIPER這邊又抓了一村 HERA這邊是直接拿了十村左右 十村左右 好這裏圍一下 城堡補完 生旅遭翔應該沒有辦法 倒地 OK HERA到地勇士在補下了碼頭 開始要來控制海礦 VIPER則是把城堡補在了中間 中間地圖已經城堡快蓋好 HERA這邊則是 要繼續補更多的碼頭才行 好 戰鬥祭司果不其然 這邊是選擇了大量的軍營 那亞美尼亞的劍兵勇士 是遊戲一面血量最多的文明 甚至已經超越了維京人 但是這個是需要點下的金罐技術才行 白血兼勇 那亞美尼亞的海戰有個大問題 是他沒有火炮戰場 但是他有這個投石車戰艦 德羅蒙戰艦 他的銀罐呢也可以增加德羅蒙戰艦的射程 所以亞美尼亞人這邊投石車戰艦 還是可以 用投車戰艦來攻城 那VIPER這邊則是 可能還要走這個騎兵路線 會比較適合 馬爆路線 或者是走重裝騎士也OK 不管是走肉馬或重裝騎士 都是非常適合 VIPER 拖籃這個文明的打法 那如果是要走馬爆路線的話 那肉至少要拉到70片田 為基準點 那如果是要專心馬爆的話 就燒到80片田 好 那HERA這邊點下了 鋪兵的鎧匠 下面這一波VIPER抓得很好 多線進攻 這一波肉馬也有進去 HERA這裡有收村 哇 HERA這一波已經受到了一些損傷 但是正面的部分 碼頭已經準備好了 待會你們炮彈船先出來 先控制了這附近海域 待會就可以直接轉頭池車戰艦 開始攻城了 好 VIPER這一波多線騷擾 到處都有兵 這裡也有 這裡也有 哇哇哇 這一波HERA被迫收了大量的村民 可以看到四處上 都是紅色的點點在進攻當中 好 VIPER在左邊的位置 已經開始被驅趕了回去 正面的位置 從炮彈船補到了快要十艘 還沒有開始補 德洛蒙戰艦 好 右邊的位置 VIPER這一波進去砍了一波 有所損傷 但是HERA的損傷感覺更多 兩邊的村民術終於持平了 但是HERA的精進還是領先 好 HERA這邊是正面進攻 準備要來攻下VIPER中間的城堡 VIPER這根堡只是個幌子 他並不是真的要從中間進攻 好 在左上角又補了一個位置 城堡 那VIPER在這場比賽裡面 也是有用過這一招的 打亞美尼亞人 同樣地圖 同樣的敵對文明 但是他那把是選擇了伯伯 那這一把VIPER是選擇了波蘭 所以可能情況會有變 也說不定 好 亞美尼亞人這邊是選擇了長劍兵 正面進攻 那HERA一定是有看到 之前MIPER打這張地圖 這個拖家戰術 應該會稍微有提防 我不其然 這根城堡補下了 肯定是有參考之前的對戰經驗 看到MIPER用這張地圖去對付別人 所以先補了這根城堡 在家裡上方的位置 而不是專心控中間的黃金地帶 好 這裡奴炮戰船先控了下來 這邊奴炮戰船只要控制左邊這個海域 支援就很難過來了 那MIPER這邊只要把上方的攻勢 把它阻止掉 基本上HERA就十拿九穩了 接下來就只要把槍兵放在家裡 等MIPER過來送 槍兵放家裡 等MIPER過來送 來了來了來了 這樣子MIPER的進攻就會很困難 那HERA則是只要把大量的劍兵送到MIPER家裡 就穩了 果然趕快把投石車 把這個巨型投石機拉回家 但是這裡有火炮 要小心 好 這根城堡 看來是要掉了 好 這裡有非常多的奴炮戰船 奴炮戰船 還可以多一發的奴炮傷害 可以讓他多發一隻箭死 好 MIPER這邊決定要斬攻兵 想要來反制這些槍兵 好 火炮開始壓制了HERA的巨型投石機 趕快往後拉 沒有了城堡 這塊黃金有點危險 贏下了金罐 貝雷特斯 當劍兵勇士 就有100滴血 好 中間有少量的槍兵 吃爆船炸個一波 把毛病全部炸死 好 但是正面這裡才是重點 HERA如何守住VIPER的一夜城戰術呢 一夜城已經建立起來了 開始大量的軍力從這裡灌入 這裡有火炮有巨頭 也有強弩也有戰矛 也有露馬 要什麼有什麼 這個基地要是被VIPER給建立起來 HERA就有點危險了 好 這邊有大量的劍勇 應該就沒問題 劍兵勇士出來之後 其實很耐射 VIPER現在強弩水量並不是那麼的多 所以這邊要射穿 現在這邊劍兵勇士其實有點困難 但這個劍兵勇士很能砍 色面砍爆了 VIPER這邊順利的轉出了戰錘兵 戰錘兵是很適合當作破爛的前排部隊 堂住劍勇應該是沒問題了 好但是中間的黃金礦已經被HERA給慢慢控制下來 海域的部分 VIPER也是越來越弱勢 HERA可是越來越強勢的那一方 好自己群頭司機架起來 劍兵勇士放在家裡 3攻點下了 這一波劍兵勇士往前衝 想要給壓力 不想讓自己的巨頭司機被打掉 但是還是被打掉了 OK這邊看到巨頭直接手撕吧 好再手撕 掉一台巨頭火炮 這裡強弩隊繼續開射 後面兩台火炮趕快修理 但是劍勇的血量實在是太多 最終還是拿掉了一台火炮 好這部分HERA 稍微有點難受 但是沒有關係 中間黃金礦已經拿下了 那VIPER這邊黃金現在還有 當然這邊是轉出了精銳戰錘兵 什麼兵都要出一下 好巨型頭司機的數量現在不夠 VIPER這邊拉了非常多肉麻 想過來中間騷擾中間金黃金礦的問題 欸結果不是嗎 這邊是想要BD 好這一波劍兵友斯又來了 看一下 好兩邊對砍 戰錘兵努力扛住正面 但是HERA這邊有高低優勢 劍兵友斯高打低 而且有減傷的效果 強弩這邊直接收不了 收進去城堡裡面再放出來 收到城堡後面繼續輸出 但這波輸出似乎射不穿 HERA這邊 的劍兵勇士 劍勇真的是太坦了 每一隻都是血量超多的步兵單位 果不其然 VIPER爬不住了 強弩真的射不穿 真的射不穿 全部的黃金全部灌入這個區域 讓後面的巨型頭C 有很好的輸出空間 果怕沒有辦法再阻止 HERA的巨型頭C 這一波城堡即將要拿下了 但是沒有再砍村民 這個城堡怎麼能撐 結果有肉馬溜了過來 這台巨頭有可能可以拿下一台 漂亮了 一台拿下 第二台 居然被VIPER拿掉了 但是城堡也掉了 這波壓制 VIPER壓力越來越大 因為黃金已經開始沒有了 中間的地區 反而是被HERA給壓制住的關係 所以現在沒有太多的機會 可以去挖中間的黃金 這一塊黃金 就是VIPER的最後希望了 2900塊 好強弩雖然來到了18隻 現在正面部隊 開始慢慢有了效果 戰錘幣 讓劍兵勇士的防護力下降很多 強弩基本上只要補一發 防護力歸零 就很好打了 哇這個破防戰錘 還是蠻有料的 好這裡有非常多的肉馬 開始往裡面繞了 但是家裡其實已經補了非常多的城堡了 所以現在防守方面沒問題 而且還有槍兵 劍勇 在農地裡面 等著VIPER過來送 好 好 VIPER這邊是繼續補下更多的肉馬 HERA這邊其實也可以雙向進攻 正面的部分 開始巨型頭C也可以慢慢開拆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要怎麼守住正面的巨頭 連肉馬也是會衝過來拆巨頭 但是現在這邊壓力還是比較大 還是先專心打上命這裡 OK這一波又過來了 巨型頭C再次往前 但這裡戰錘兵數量是不夠 只有八隻 沒有戰錘的破防 強弩要射這些劍勇 還是要射一段時間 戰錘兵 現在數量不夠 強弩開始被劍勇給摸到 開始有大量的死傷出現 卡弩直接往後拉到底 劍兵勇是 正面突破 大量的肉馬跟戰錘 三台巨頭被追殺當中 卡弩再次往後拉了過去 HERA這一波再繼續扛住 劍兵勇是繼續輸出 哇這一把牌牌打不穿 最大的原因是 沒有及時傷到HERA的農田 在三把的比賽當中 用勃勃打爆亞美尼亞 也是因為農田全部碰爛 讓對手沒有辦法轉出 劍兵勇士 但是一旦轉出了劍勇之後 對於VIPER來說是很難打的 哇哇哇哇哇哇 這一個 劍勇 數量真的多 越來越多的劍勇過來了 巨型頭十隻也架了起來 強弩數量只剩下九隻 VIPER這一坨強弩已經控不了了 在控裡面一 好正面VIPER想要嘗試拿回來嗎 現時其實有困難 戰艦都已經成型了 頭死車戰線 更如靠戰船 數量也都慢慢起來了 那現在頭死車戰艦的這個頭死的速度 變快了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子彈 飛得像比以前快了很多 好 好那暫時VIPER在上方的攻勢 可能會受到了阻擾 那家裡要趕快補城堡才行 簡單了 VIPER這裡黃金數量還有1200 但是這邊劍勇數量實在是有點多 落馬溜進去也沒有辦法做到很好效果 裡面其實家裡也是一堆槍兵在防守 好這裡大量的劍勇又壓了過來 落馬溜了過來 這一波 家裡有槍兵嗎 有 三隻槍兵在後面防守 好家地方還有 城堡 好換VIPER 家裡受到了劍勇的騷擾了 好VIPER正面開始快要夾不住了 這裡直接手撕城堡 這一波巨型頭C順利拿光 但是城堡依舊還是被砍掉了 砍掉之後直接正面迎戰 大落馬 大落馬完全擋不住劍兵勇士的防律跟傷害值 直接剁爛 太猛了 HERA這一波白血劍勇 殺出重圍了 好劍兵勇士大量要灌入 VIPER加了 這一波衝進來 VIPER可能就要投降了 這些劍兵勇士完全夾不住 好上方的攻勢已經沒有辦法繼續延續下去了 開始轉往上面 開始從下方進攻 但是只要這個一夜城戰術沒有拿下對手 接下來就會被HERA的黃金給帶走遊戲節奏了 這些黃金只要繼續挖 HERA就可以用錢砸死VIPER VIPER這一波應該是難拿比賽了 衝進來了劍勇 HERA怎麼在發呆 助手模式 怎麼在發呆 HERA這頭兵不動 是故意的嗎 劍勇走進來 VIPER有機會 但不多 這波劍勇開始動了 好上方的兵力也是想要再繼續繞 但是HERA又補下了更多城堡 下方劍勇也在防守 全部的進攻路線都被HERA所抓到 VIPER應該是沒了 沒了 這波 毫無懸念 劍勇砍爛爛農地所有的村民 VIPER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兩勝了 哇這場比賽 VIPER真的說 他的進攻的推進速度還不夠快 劇情投資機數量可能有點少 那我覺得最大問題是火炮被拿下來的問題 如果火炮沒有被拿下來 可能工程還有機會 那HERA這邊做的很好事 則是補下了更多的城堡 跟結石轉出劍勇 這件事情 讓裡面農田沒有受到損傷 劍勇就會繼續鋪 正面的話就可以拿下了 這場比賽HERA真是打得非常好 好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第三場比賽吧 好的比賽來到了第三場比賽 這把比賽是HERA法蘭克人對上葡萄牙人 兩邊都是選擇一個 比較 對果子有優勢的文明 HERA這邊的文明選擇了法蘭克 是因為吃果子的速度是遊戲面最快的文明 那VIPER這邊是選擇了葡萄牙 是因為柴果子可以獲得木頭 兩邊都選擇了對吃果子有加持的文明 那這場比賽的果子 數量非常多 可以看一下 這裡果子數量總共有90萬嗎 9萬才對吧 9萬食物才對 一路吃到第五世代完全不種田是沒有問題 我們之前的影片裡面呢 有看過這個MBL 在這張地圖裡面 直接吃果吃到兔 整場不種田 採果子採死的對手 在這個情況下 是有的 那我覺得 兩邊的文明選擇都算是非常好的 對於這個地形 這個地圖上的資源 有所了解 那兩個文明呢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只有法蘭克人這裡的問題會比較大 因為他沒有三級的弓兵鎧甲也沒有三級射 所以沒有後排的輸出 那後面呢只有火槍跟火炮 可以當作後期的火力輸出的來源 所以法蘭克人呢 後期還是得要靠這個192遊俠作為主力才行 那這張地圖的黃金呢 其實也是很多 我可以看到黃金雖然是33000 黃金雖然其實是蠻多的 但是重點呢 是要控住中間這些地區 那這個灰色石塊的地方呢 是不能維持牆的 是不能蓋任何建築物的 所以也沒有辦法直接拉一條線 讓這個地圖直接維持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策略 所以呢 這一邊 HERA要農到地龍時代 要打贏VIPER 可能是需要一點心力的 可能前期要給的壓制力也要夠 那要是法蘭克人沒有192遊俠的話 肉碼的部分也不太能用 因為血量只有72滴血 也沒有大肉碼的升級 好這裡打了一下村民 好VIPER的騷擾來了 槍兵工兵 最近的VIPER很喜歡用工兵加槍兵騷擾 但是HERA似乎並不是很害怕 VIPER的這個工兵加槍兵的進攻 好這裡城堡塞已經點下了 這裡村民被砍了幾刀 毛兵往前點 再來 回頭 高打低 低打高 打不死 九滴血活了下來 OK 那現在VIPER 點下了城堡 時代 還有一級農 經濟慢慢轉好了 那沒意外的話 兩邊封建時代應該就 不會再大打出手了 後面都是小打小鬧 兩邊並沒有出現村民的死傷 好 VIPER這邊點下了一級挖金 那VIPER這邊擁有所有的黃金兵八折優惠 包含這個生女 所以如果遇到法輪客人的話 可以直接轉槍兵 配上重裝騎士 或是打生女戰都沒有問題 但葡萄人最大的特色 還是他的這個火槍兵 他的火槍兵跟火炮呢 可以收益於金罐技術 這個火神槍的效果 讓他獲得彈道學 所以後期呢 還是要靠火炮 火槍還有這個槍兵 作為前壓阻力 會更適合一點 好這裡 拿下一村 VIPER的手殺是 在這個位置拿到 第四村也拿下 哇 這一波VIPER小賺兩村 好 但村民術並沒有遙遙領先喔 因為這裡VIPER是點下了一個輪軸技術 而且TC閒置 來到了 30秒 大概曼蕾 送了對手一村的概念 這個城鎮中心閒置的越久 經濟就越落後於人家 OK 那現在遊戲來到了十分鐘 村民術來到了四四村對四四 那現在VIPER有一個輪軸的經濟領先 但是二級伐木現在還點不下 VIPER這裡補下了一個四級 現在要來挖機買賣流 有 生女遭翔有機會嗎 有機會 漂亮了 這個生女遭翔的好 好但是新奇兵長驅直路 一臉就是我要抓掉你的生女 生女沒有辦法往後走 直接殺看山倒倒了地 吐了 VIPER這一波生女直接倒光 OK上面來了一坨戰毛兵 騎士也來了 好 VIPER這裡的 唉唷 生女怎麼 怎麼突然回頭了呢 看到兵就回頭 骨骨骨繼續往前走 就是抓到生女了 放下生物 招想一下 找到了 這個沒問題 漂亮 招到的騎士拿回來繼續用 後面的騎士倒地 生物沒有打算繼續往回搬嗎 還是覺得搬不走了 就直接走了吧 好那左邊的 弱馬加上騎士 衝了過來 招作招想 這個騎士 自滴漂亮 VIPER這一波自滴的有料 OK 後面戰毛兵還在深追 就是想要把生女給追死 但生女已經躲到了城鎮中心裡 暫時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戰毛兵來到這裡 也沒剩多少數量 只能送光 進去偵查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看到生女之類的 看來沒有辦法 VIPER怎麼收穿呢 這應該不應該收穿的 收穿傷經濟 傷經濟 好 HERA這邊是繼續補下了更多的TC 4TC柴果子 哇 這個柴果大戰 好 VIPER這邊是補下了 第4個TC 也是繼續柴果子 那這邊可以看到菩薩爾的經濟 真的是遙遙領先啊 已經領先了1000資源了 惡農惡木都有了 HERA這邊是比較慢補下二級房 那現在果子現在採的很開心 經濟現在很好 兩邊應該可能到地龍時代 才會有更大規模的交戰 好 這一波 騎士又要抓到了嗎 再一刀 拿下了 VIPER 這一波騷擾打得很不錯喔 白刀有機會嗎 壽村 人蠻為患 要TC躲一下 好 這一個生女 又被拿下了 這個生女 可以走了有點遠 但這個生女應該是想來撿生物 來看一下生物喔 就是由HERA拿下了一個生物 The Viper 則是拿下了兩個 欸 應該還有一個才對喔 好 招想一下 騎士招到了 後方這裡 騎士兩邊對撞 這一波騎士又來了 VIPER的騎士 這一波也衝進來 欸 這邊是先招清騎兵 是騎士兵過去想要送 但是這裡不敢直接應招 選擇了收村 好這隻槍兵過來偵查一下 看一下VIPER到底在搞什麼東西 好這裡原來有TC 媽 好掉了 OK 法蘭克人終於點下了 跟蹤技術 中午要走騎士兵路線 好這波又抓到了村民 ERA現在是單方面的被抓村民啊 好這個洞堵起來 但是還是要被抓個7村左右 好這個生物撿不回去 倒地 尷尬 生物直接倒在家門口 ERA這一波很炸裂 村民死了7隻 再一刀 拿下致敵 欸 斷招響 後面生女過來 招響向後方騎士 砍死生女 VIPER這一波招響應該是 兩隻生女要倒了 赤猴最多被招響過去 OK 這裡趕快打掉前方的赤猴 這裡的村民還在被砍 好麻煩好麻煩 VIPER這一波 騷擾得很極致 OK 招響完之後開始往後走 生女在等待CD時間 但是赤猴已經追上來了 後面殘血騎士 在這裡站崗 沒了 VIPER這邊轉出了風琴炮 選擇了打寶兵 那風琴炮其實也蠻害怕騎兵單位的 騎兵單位打風琴炮 傷害其實也很高 可以看到這邊傷害喔 切個幾刀就快倒了 這裡有村民突然反擊 風琴炮這裡開來炮 反擊回去 距離越近傷害就越高 這就是風琴炮的優點 但是越遠傷害就越低 因為會有一些子彈飛到後面 可以看到這邊子彈 有些都打到後面的空地了 好這裡有更多肉碼 留到後方 抓到了這裡的村民 沒有人防守 這裡要被迫收村 生女過來 欸你怎麼回頭了 風琴騎兵 砍死了生女 吐了 這個差一刀而已啊 這是新騎兵 好 Ryper的風琴炮 繼續往前伸推 而且這個時間點點 點下了 一擊馬凱跟屏種 Hera這邊則是 繼續想要纏馬 騎士也出來了 那這裡還不確定 Hera的想法是什麼 應該是要走重裝騎士 打風琴炮了 那Ryper這邊可能要再前置一些均勻 補一些槍兵才行 不然遊俠衝過來 風琴炮可是會擋不住的 好補了一個大學 這裡上去應該是要先點彈道學 彈道學要趕快補 好馬上點了彈道學 但是又取消 應該是想要先點化學 或者是點工程工程師 這兩個其中一個 好點下了真兵技術 但是騎士過來 沒有時間點合起 直接高打第一 砍爆了幾隻風琴炮 後面村女招翔 這一波 成功招翔到了一隻嗎 沒有辦法 騎士沒招到 這波是一個上下進攻 這裡也是抓了一些村民 這次有騎士防守 輕騎兵只能抓個幾村 好重裝騎士補下了 這裡補下了非常多的軍營 一攻一防 開始補了 雙兵工廠提科技 來了來了 這就是後期想看到的畫面 風琴炮配槍兵 左邊直接圍大石牆 這裡其實可以圍石 可以看到這裡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石頭 剛好在這個地方 要圍石的話 就只能靠這個地方了 白本居然找到這個 中立鑄石 中立鑄石 是能圍石的 能圍石的 但是 要圍石的人 其實並不多 因為通常圍一圍 還是有可能會挖穿喔 所以是這個很難圍石喔 就是為什麼 平常大家都不圍的 我也把這張地圖直接講成 不能圍石 這樣大家會比較好理解 但是如果這場比賽 有出現圍死的狀態 還是會解說一下 為什麼他可以圍死 那為什麼有些人會圍不死 這主要是因為 海水會挖穿喔 通常是圍不死的情況 是比較多的 ok 那接下來 槍兵升級好了 巨型投石機 要架起來了嗎 好 後方的重裝騎士 先防守 這裡再想用邊遊俠 風情砲 以及 點下了彈道學 但還沒有點工程工程師 射程上是7點 好 這一波會戰 一定要來看一下 這些遊俠是關鍵 好 右邊有非常多村民 Viper現在被抓掉了 現在抓掉了非常多村民 現在HERA的村民史上來到了22 這一把有可能是一個患家 HERA現在把大量村民往下移動了 遊俠升級時間還有兩分鐘 Viper希望可以在生好遊俠之前 直接打穿HERA 好 生物兩個 好 這裡牆繼續補 但是可以看到囉 這邊就只有這個 石頭可以圍 後面要再繼續圍是不可能的囉 好 直接升躲牆 拖了更多的時間 建築學也點下 Viper這邊是鐵人心要換你家 大巨已經來了 風情砲10隻 其實主力是槍兵喔 37隻的槍兵 好 HERA這邊的 遊俠 還有35秒 血量保存很好 按這一波 不用轉火槍反之 也沒有轉戰毛兵 什麼都沒有轉 遠程單位都沒有 火炮也沒有 現在是專心提升遊俠科技 好 右邊的石牆 暫時還打不進去 巨型偷襲 正在慢慢拆 風情砲已經走到後面 開始在彰這些村民 遊俠到後面想要斷兵 後面這些槍兵 果然被斷掉了 這一波城堡應該很難蓋 Viper沒有打算回舊 打算繼續出槍兵而已 好 但是這邊城堡看來是蓋不好 這一波斷兵斷得好 但是家裡也是糟糕了 四處著火 巨型偷襲機架起來了 只要守住巨頭就行 好 現在遊俠從上面想要進攻 直接從上面的遊俠 拉到Viper家 Viper這裡要趕快圍 這裡有個時鐘柱 趕快圍這裡 圍過來圍過來 來了 遊俠往家裡噴了 正面的遊俠 被槍兵戳爆 這裡一直在巡邏 完蛋了 這波巡邏 讓這個血量掉了很多 但還好遊俠體質本身就很坦 我嚇了一些 最後風情砲躲在這個墓區裡面 這波Viper 村民也開始有點損傷了 剛剛被抓了一堆村民 現在風情砲不打了 直接轉火槍 家裡軍營要補一些 好 正面過來了 好 劇情投襲 要突破這道防線了 直接打右邊這個洞 Viper好像還沒有看到 這個左槍即將要失守 後面的遊俠開始進攻 正面的大槍兵就去戳 HERA這一波遊俠還在巡邏 巡邏到爆 怎麼還在巡 別再巡了HERA 扁了扁了 遊俠這麼硬 上了上了上了 搞定搞定 哇哇哇這波又吃光 HERA這邊經濟來到了極限 把所有的剩餘資源全爆遊俠 遊俠像在HERA的家裡 瘋狂燒了當中 這個洞被打掉之後又被補了起來 Viper這個防守做得很好啊 好 但這邊進攻也不能怠慢 繼續進攻吧 HERA這一波要把所有的遊俠往下衝了 本來HERA的劇本是衝進去把Viper打爆就行 但沒想到Viper這一波防守 做得很好 但是這裡有洞 趕快賭 哎呀 Viper 你賭得太好啦 這一波Viper 關鍵的石牆 賭起來了 所以這張地圖為什麼這麼難維持 就是到處都有洞啊 到處都有洞啊 太容易挖穿了 好 正面的遊俠回到了家裡 還是想要跟這一波兵力做對決 但是又在巡邏了 巡邏等著被戳 但是好像很有用欸 是我的錯覺嗎 呵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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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其實不差欸 這個巡邏防槍兵的打法 欸欸欸 但他還是被戳掉了 好 不巡邏了 好 回去扁人 這是什麼 新的 迎戰槍兵的打法嗎 戰感模式 原地巡邏 打槍兵 可以讓這個 槍兵的攻擊間隔 受到更多的遊俠傷害 就是用遊俠巡邏的戰術嗎 這招到底使不使用 各位可以自行試驗一下 我是覺得有點微妙 好 這裡又來了 槍兵來了 這一坨遊俠書 在跟VIPER說 我等你過來戳我啊 好 但VIPER這裡好像沒有打算領那一坨遊俠 好像是想要繼續騷擾經濟 VIPER這邊還在努力 想要把槍給堵起來 好 這裡牆的洞 慢慢開始變大了 好 繼續把這個牆補起來 但是要用村民去補 死傷開始出現 這波槍兵終於戳到了大量的遊俠 這波死傷會出現很多 但是遊俠雖然實在是太多 直接又打爆這些槍兵 好 但是有更多槍兵過來 這波HERA不演了 直接上去大爆砍 遊俠數量好多啊 39隻還在這 這坨遊俠真的是戳不完啊 好 HERA這邊黃金已經見底 左邊這一區黃金已經挖乾了 HERA的時間已經所剩不多 現在有黃金的是VIPER 好 巨型偷司機開始工程 下面城堡 好 趕快繼續再圍 好 正面HERA不演 正面突然衝了過去 想要打爆上面的大量槍兵 槍兵這裡 擋得住嗎 有點困難 遊俠真的太彈了 192遊俠太猛了 血量真的是太多了 可以看到這些殘血的遊俠 都是因為多了12滴火了下來的 畢竟 活人才是有輸出的 欸 有洞喔 欸 VIPER 洞又補起來 哇 這個洞之後還是沒人進去 VIPER 這個洞補得真的是好 補得真的是好 好 上面槍兵繼續出 感覺快要把HERA的遊俠給耗死啦 遊俠死中 衝不進去 來了來了 再把這個洞補起來 人肉擋 哎呦又補起來了 哎呦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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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之後又堵起來 打破之後又堵起來 HERA這邊直接打出了GG 後面的遊俠直接被錯難 不玩了 哇 VIPER 最後是用菠菜牙 打贏了HERA的法蘭克 那這場比賽呢 最後是由 VIPER拿下來 那現在比分呢 來到了2比1喔 我們恭喜VIPER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第四場比賽吧 OK 遊戲來到了第四場比賽 這場比賽呢 是 選擇了 伯伯仁對上印度斯坦 ERA 伯伯仁的路線 打這張地圖 應該是有點想法 反正是想要拿下這些大量石頭 打這個駱駝公兵喔 那VIPER選擇了印度斯坦 那 很有可能 這邊 是 想要挖石頭 去做買賣 也有可能 那我覺得印度斯坦這個文明 這張地圖的表現 並不是那麼的好 這主要是因為 這張地圖的黃金喔 沒有到那麼多喔 好可以看到這邊黃金之前是 三萬八千 好比剛剛那張地圖多了三千多 但是他的地圖的黃金呢 都是分布在這種小的地方 所以其實是比上一張地圖 還要更難挖這些黃金的 所以我是覺得實質上來說 這張黃金是比較少一點點的 因為你要找到這些黃金 再守下來 再安全的開採 其實是有一定的風險跟難度在的 那印度斯坦的兵呢 大部分都還是需要靠自己的黃金兵 去做處理的 所以並沒有辦法打這種垃圾兵路線 什麼槍兵啊 或是打這個戰毛兵是能打 打這個槍兵路線是沒有辦法打的 還有大洛馬 他的黃金兵還是比較有特色的 他的所有的黃金兵都有加成 像這個火槍兵啊 有這個印度火衝 還有這個帝王駱駝 攻速加成枝塊 古拉姆呢 是打工兵的單位 打對方騎兵步兵工兵都有的 這個特殊黃金兵喔 所以viper呢 是實質上是需要大量黃金 才可以打得好的一個文明喔 那當然後期也可以打戰毛兵跟肉馬 但是這不是他的決勝兵種 這個只能說是堪用 堪用 那這裡 HERA 肉馬這邊開始在爆 但是在這個時間點 按肉馬是沒有折扣的 在城堡時代才有 還需要生一個時代才行 現在兩邊的肉馬正在迂迴當中 HERA的肉馬控制 值得一看 世界冠軍的肉馬 好 繞到了後方 這個路徑 好像有點什麼 好 HERA在前期就開始買賣一波 準備要來生時代了 應該是沒有打算 要跟你打封建 遠加利已經圍死了喔 下面還沒有完全圍好 但是已經開始在圍了 很有可能 這些肉馬 只是個幌子 要 要viper以為 我要打封建 畢竟第一把比賽 他是打了一個大封建 秒殺的viper 那這一把 也是抱了一堆肉馬之後 突然轉職成 想不到吧 viper 被HERA 騙到了 我覺得viper是被騙到了 這裡 品種 點下了 異攻也點了 一臉就是我想跟你打架 但是這裡有洞 哇 又是一百分 一百分的洞 欸欸欸欸 上高地 上高地 上高地開打 我有一攻優勢 還有平走 HERA這邊有點難受 要被拿一些 這船沒拿下 土了 結果還被TC 射了一堆傷害 好 船直接拿拳套應戰 這裡都沒補起來 喔 補了 OK 這一波 反而是viper變成了 懵中之憋 2了 一攻一品種的優勢 突然沒了 這個viper的肉馬 突然上級了我的肉馬 的感覺 突然送光了 好 HERA這邊點下了 一級農田 好 墾中技術 帶回城堡時代才能點 先點了一個品種 沒意外的話 應該上層 還是會先去打個騎兵路線 然後到野外 開石頭礦 待會才會打 寶兵的打法 好 這個槍兵直接硬吃 沒有點一攻的關係 傷害還不夠 一攻還差了幾秒 差點被戳掉一匹馬 好viper這邊看到自己肉馬送光之後 開始防守 把槍兵開始往外送 戳到了一槍 第二槍拉打 再一槍 回頭戳了一下 戳了三槍 還蠻賺的 以前都是說 弓兵要拉打 現在在頂尖的世界裡面 連槍兵也開始要拉打了 這其實是有洞的嗎 其實是有洞的 好 哇 來不及戳殘血的 殘血的戳不到 好 再戳 哇 世界冠軍的肉馬 好煩啊 好 最後還有三隻肉馬 活了下來 這裡按了一隻肉馬 兩隻 好 Hera上城堡時代之後 並沒有馬上去補騎士 先勝了清洗兵 然後轉出了3TC 這部肉馬還在秀 還在秀 哇真的是秀爽沒 好強好強 好駱駝出來了 應該是秀不了了 好 果不其然 Hera是來蓋了石頭礦 那待會呢 就是先用肉馬 蹭一下 待會 再轉這個駱駝工兵 因為伯伯仁跟印度斯坦 打駱駝的狀況下 是很容易打輸的 因為人家是有攻速加成 但是伯伯仁有成本 優勢價格 所以對打駱駝的情況下 只能用數量去碾壓對手 但是換久了 印度斯坦到帝王時代 還是有帝王駱駝 終究還是能換得贏 折扣駱駝 所以Hera這邊可能想法 還是要偏向於走生旅 加上駱駝工兵 壓制對方viper的駱駝的路線 會比較好 如果Hera這邊轉駱駝工兵 加生旅的路線 viper這邊能打東西 就只剩下戰毛兵 跟生旅 能用了 因為他的古拉姆 雖然遠防很高 打工兵有串燒的效果 但打駱駝的能量 並不是很優秀 而且也很容易被 伯伯仁的馬舊單位給擋下來 所以整體來說 Hera只要走駱駝工兵 加一般的肉馬 或是配上駱駝路線 就很好打viper了 viper這邊的轉兵 則是更需要靠戰毛兵 去打掉後方的駱駝工兵 或是要用更多的帝王駱駝 去壓制伯伯仁才行 簡單來說 Hera有poke的能力 viper只有正面印度的能力 當然viper也是可以轉印度火槍 狙擊火槍手 狙擊火槍手的優點 就只有射程而已 再遇到機動性的部隊來說 並沒有主動權 而是非常被動的 viper在右邊也補了一個TC 也要來控下實況 Hera這邊偵查到了 你在右邊有開TC 我起來是開兩個喔 好兩邊在這張地圖打的 前期算是比較偏慢節奏 都是走一個開農路線 那生物的部分現在沒有在撿 Hera現在在找機會撿 現在外面到處都是肉馬跟駱駝 就是有點害怕出門的感覺 好但是現在七七兵其實一直有出門 viper這邊也是肉馬一直有在繞 好肉馬送了一隻 好蓋下了城堡了 這裡補了一根城堡防守 這裡補下第二個TC 好追求肉馬 後面勝率可以招降 好必退 右邊駱駝看到城堡了 果然是走駱駝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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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駝 譬如說就是 這裏呢 耶穌斯坦要打贏伯伯伯仁的弱攻 還有個辦法 就是把伯伯仁的城堡 全拆了 只要讓他沒石頭 沒有弱攻 就沒有要解弱攻的問題 獨職 若駝 工兵 繁殖 就沒問題 近期的巨人都有交 所以呢 Viper 這邊的重點 就是要拆掉 Hera 的城堡 好 但這邊七夕兵 第二個多線 抓村民 收村 Hera 點下群聚堡壘 這樣城堡的工作效率就可以提升了 諸土工兵可以產的更快了 好 現在產能確實是 Hera 的一大問題 好 Viper 點下了馬凱 古拉姆 太隱藥了吧 古拉姆這邊遠防只有三點喔 諸土工兵出身點位就是有六點的傷害了 呃 七點傷害 講錯講錯 七點的傷害了 這樣射一點 7加2算是9點 射一下還有6滴啊 有防跟沒防一樣 而且他只有二級的步兵鎧甲 所以古拉姆最後呢也是 跟老鷹差不多 對 防護力而已 好 右邊想要圍大師牆 但是沒來得及為好 直接被溜了進來 好 駱駝趕快按出來防守 好 現在這裡要趕快專心進攻 甚至 Viper 還要在這邊考慮補下火炮 大學 這些都是要補的 Hera 這邊已經先升到帝王時代 點下駱駝的升級 但是右邊這個工兵來了 完了 Viper 完了 Viper 要炸了嗎 一村 兩村 三村 駱駝過來擋一下 但是有擋單不多 直接被駱駝後面給射倒 全死去 更多駱駝過來回救 好 最新頭駱駝已經來了 Hera 也知道自己的石頭是生命線 這裡一定要趕快 把這個石頭給空下來 好 補下了一堆重裝駱駝 八折駝駝的優惠 好 更多駝駝來 把駝駝攻兵給逼退了 好 Viper 也點下了重裝駱駝的升級 Viper 這裡千萬千萬不能出古拉姆 古拉姆是一個沒有 沒有未來的兵種 沒有未來 打駱駝駝是沒有未來的 打布駝駝才有未來 打這種馬駝駝線的話 古拉姆還是別用會比較好 好 那現在不過能點下了金瑞 不是金瑞 這個拇指環的升級 金瑞落駝駝兵還要再等一下時間 好 重裝落駝 還有十秒鐘 好 城堡 這裡要拿下了嗎 三巨頭就能搞定 就從我們頻道一開始就在看著觀眾 就知道我們這一台的口訣 三巨頭就能搞定城堡 既然通常的升台巨型頭 要來到12隻左右的村民或15隻 才有可能修得起來 那基本上這裡村民那麼少 一定是修不回來的 只能選擇放棄 那現在升台巨頭 然後順利的拆掉兩個城鎮中心 但是後面這個城堡 依舊沒有辦法拿下 待會正面一開打 麥可的帝王駱駝一定要好 才有可能打得贏 沒有帝王駱駝之前開戰 通常都是烈士的那一方 好 看一下這一波 駱駝兵能夠拿到優勢嗎 正面開戰帝王駱駝還有一分鐘的時間 麥可也是選擇了正面硬扛 原來這根城堡不能掉 這根要是城堡掉了 正面會打不贏 現在HERA的經濟 已經引先麥可非常多的資源量了 帝王駱駝還有45秒時間 但是HERA不想讓對方有帝王駱駝的優勢 好 右邊這裡直接一個巡邏駝 原地巡邏 這一波原地巡邏駝駝傷害打得非常多 直接把Bite上方的駝駝給打爆了 哇 這個原地駱駝巡邏 好像CPS真的有點高啊 好 帝王駱駝升級好 但Viper的正面城堡也掉了 現在經濟有點糟 欸 燈巡邏全拿下 但是Viper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炸了 真的是炸了 這一坨重裝駱駝 原地巡邏加上戰崗模式 太猛了 直接原地戰崗吃光 這一招感覺未來天梯 會有很多人會用 這個原地駱駝巡邏 真的是非常有料啊 好 那為什麼Viper要投降了 是因為這一波駱駝送光了 而且現在經濟也落後人家 石頭胖只要空下來 駱駝駝兵一旦量產起來 他就沒有希望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那個情況 駱駝駝兵有足夠的poke能力 但是Viper沒有 只會越打越被動而已啊 好 那我們恭喜HERA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五場比賽吧 好 優勢來到第五場比賽 這場比賽是Viper選擇了孟加拉 HERA選擇了圍巾人 來看一下前面這裡突然有一個前期打鬥 誒 這一波是由Viper拿下了前期的第一隻肉馬的優勢 那對方的肉馬又來了 那這場比賽的地圖呢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喔 這個海邊是有生物可以撿的 但是都是需要靠這個渡海 才可以過去撿到生物的 那前期呢捕魚的優勢會很大 所以一定要再這樣捕魚喔 因為這裡有非常多的鮭魚群 這個大魚的魚點是非常多的 所以打這個海戰是勢必會出現的畫面喔 那Viper這邊是孟加拉人喔 海戰部分的優勢有戰艦可以自動回血 維京人這邊戰艦則是有這個戰艦折扣的優勢 而且有這個維京大戰船特殊的戰艦可以使用 但是缺點是維京戰船 是維京人是沒有火戰船這個東西可以用的 所以Viper在前期的部分有火戰船的優勢 那HERA這邊則是要慢慢續戰船 甚至要點下一擊射之後 才可以慢慢打出對火戰船的優勢喔 好 Viper這邊決定要來維加 兩邊前期都是肉馬槍兵護戳 但是這邊居然是直接 野射箭場 這個野射箭場 好 這村有機會喔 這村很有機會喔 要硬拿嗎 沒有 哇這就是HERA 絕不硬拿村民 全靠技巧跟機會 這就是要當世界冠軍的必備手術 絕不輕易送兵 就算能拿下對方的村民也不輕易送 因為只要一旦自己的兵在對手家裡 對手壓力就會很大 就要去實時提防這些在家裡的兵 所以只要有血量就有機會抓到Viper的村民 哇才剛說啊 你要保存血量就被戳到了 吐了 好 那HERA點下了城堡時代了 很快很快 捕魚的經濟是真的好 但是火彈船也來了 這裡補下了射箭場 開始在爆弓兵 但是弓兵出來 HERA也差不多要升城堡時代囉 這裡點下了一擊射 這一隻肉馬還在溜 要不要按一隻肉馬去追一下家裡的肉馬呢 現在有點在專心打海戰喔 OK 殘險的火彈船 船艦慢慢回血 那維技能對孟佳人 兩邊的對局優劣勢來說的話 正常來說是孟佳人會贏的 但是以海戰地圖來講的話 維技能 並不會太輸喔 是因為維技能的海戰優勢其實也是蠻巨大的 後期也有精銳火炮戰船 而且這個爆破船也有 所以呢 維技能在後期對孟佳人來說也不會太劣勢 最主要是因為爆破船的部分 這個很容易被對方炸出這個科技上的差距 那維技能大戰船也是一個很麻煩的單位喔 而且戰船戰艦價格有這個價格優勢 所以孟佳人在打海戰維技能的時候 其實不是那麼優勢的文明 那MIPER這裡沒有選的亞美尼亞人 也不確定是不是Ben Peek的關係 那我就會選亞美尼亞人 打張地圖 其實算是很不錯的一個選項 好下面這裡有機會燒到了 那孟佳人在這邊的地圖優勢喔 只能說是只有開TC 上時代時給兩寸的經濟優勢喔 在後面這邊的工兵阿 或者是走這個騎士路線喔 都是比較差的 但是打維技能沒有騎士是無所謂阿 畢竟孟佳人騎士本來也就不強 甚至也沒有這個選項 那如果要打贏維技能的話 走強奴戰車可能是比較有希望一點的 好這一個木槍被打破 我村民來不及被救駕嗎 再圍一下 硬吃 OK 拿下了 Vipe點下了一擊農田 點下了奴兵的升級 他這邊想要射個Hera措手不及 但是對方升級State太快了 TC早就已經蓋好 你這個洞就算射破了 裡面就有個TC在等你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Vipe的視角 沒有看到TC 所以他以為這邊射破進去 就可以射穿Hera Vipe的如意善船已經在 城堡時代的出席 就被抹滅了 吐了 看到TC 愣住 怎麼有TC 哎呀 能繞路了 Vipe 突襲的 決心 被毀滅了一半 有工兵 但是現在做不了事情 做不了事情 而且待會 Vipe要遇到的是 維京人的騎士 維京人的騎士算是蠻費的 沒有這個品種 也沒有耕種技術 但是呢 他有這個免費的手推車 經濟超級好 可以看到這邊經濟 哇 資源滿載 這裡直接射掉 而且城堡時代海戰的維京人 海戰優勢非常的大 左邊這個碼頭沒有看到 這個還可以爽爽捕魚 感應到了什麼嗎 突然覺得左邊還是需要去看一下 Hera這邊偵查 還是做得很細心的喔 果然有東西 抓到 先抓村民 村民比較難逃 漂亮 臭民抓個一村 船全部射掉 Vipe這邊也是想要抓掉漁船 右邊這個碼頭也被控制住 現在所有的漁點 都被Hera為禁人 給佔據住了 好這裡 走了進來 發現這裡可以鑽過來 但是沒有射到臭民一村 OK Vipe拿下了一村 但是Hera的臭民術已經遙遙領先 61對45 臭民差距來到了16村 Vipe的分數也是落後非常多 尤其是經濟分數喔 落後了400分 好維劍人點下了馬凱 那維劍人在打陸戰的情況下來說 對上工兵喔 會算是一個 欸我們Lag了一下 會算是一個 算是有優勢的文明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戰毛兵 是正常的 三防 雖然沒有拇指環 所以就算不出奇事 走工兵路線 也可以克制住孟加拉拉人的相公目線 好 好來看一下 喔 這一波被招了兩隻騎士 突然打不贏 Hera這一波騎士有點送 第三隻已經要被招了 完蛋 空不下來 好這裡騎士 開始往家裡衝 戰船的部分 暫時沒有辦法做到事情 MIP想要一波直接把Hera給帶走 工程戰像直接打破了這個房子 欸這裡怎麼在按洛馬呢 洛馬想要來解決生旅 先騎兵還沒升級好 這一波衝進來 家裡有補修道院嗎 先補了一個TC 修道院沒有補 沒有打算要去把騎士給招回來 剛才玩你就補了 OK 好補修道院 好家裡有一隻騎士 在戰崗 發呆 沒事做 好 好車過來了 這一波 要先處理的東西是 生旅的樣子 工程器製造所有補嗎 Hera加現在工程器製造所還沒有補 好這邊稍微招響一下新騎兵 好工程戰像 開始解掉這些馬舟 生旅直接被TC射爆 Viper你失誤了 這個失誤有點明確 四個生旅導光 Viper這一波 難受了 Hera可以開始轉騎士了 好最後這個騎士 用生旅搞定了 好開始補騎士 沒有生旅 騎士就開始按 好現在Viper 沒有生旅的保護 壓力有點大 這個投石車 在卡嗎 就選擇置滴 還是被射死了 應該是被射死 好趕快補生旅過來 孟加拉人的生旅 天生自在雙三房 好現在我已經大斷船 只能堵住中間這個口子 不要讓Viper過來了 孟加拉人的生旅 天生自在雙三房 好現在我已經大斷船 只能堵住中間這個口子 不要讓Viper過來了 還好沒有死 可以拉過來補血 好先騎兵又要出發了 二級滿海再度點下 可以看到圍禁人 這邊的雪球滾得有點誇張了 20.7K支援隊16.2 海戰的經濟優勢 再加上 陸戰的 首推車 經濟 加上4TC 經濟開農 80對 100吋 騎士上前了 這波騎士 應該是全吃了 二級滿還有了 搞定 Viper這波的前壓 騎士體質真是太好了 吃乾抹進 Viper全倒 這裡要再爆生女拿回來有點困難 但其實Viper已經轉海戰了 還好 HERA也是第一時間有感應到 入戰變弱了 鬼經大戰船的數量其實已經滿多了 11艘了 有11艘的話其實就很好打火戰船了 OK 那入戰解掉 那現在往海戰 海戰部分 孟家人其實沒有那麼的有優勢 那怎麼辦呢 Viper 海戰 決心要打了 好 地用時代準備補下 這一頭戰劍 是HERA的重點 好 地用時代兩邊同時 差不多補下 好這個大水會不會射掉嗎 露馬想要溜進去 Viper圍好正面 但是有洞 漂亮 用了盡力去啊 這邊露馬直接分了三隊 一隊去右邊一去左 一個往後 露馬被戳掉了一隻 下方的戰劍又來了 更多的騎士 想要直接砍掉大學 控科技 這一波Viper在囤戰劍的關係 沒有第一時間應戰 但是正面也快擋不住 危機人的馬越來越多 先斬出了重裝長槍兵 好右邊補了一根城堡 用城堡解掉這些工程器製造所 修造院 好這裡補了一個航海技術 戰船一出來就爆炸 爆破船來了 能夠炸到東西嗎 好可以吧走一走 喔炸到了一下 但是有拉開沒有全部殘血 好等一下來三級射 危機人三級射化學 還有金冠狂戰四方 危機英大戰船的傷害 直接拉到最滿 艾伯斯到地獄時代 點下了重型火戰船 好爆破船出來 想要炸肉馬嗎 呃怎麼炸了一匹馬而已 艾伯這邊 操作有點失誤的樣子 左邊開始有點問題囉 這裡怎麼守 沒有城堡 這裡感覺要補一根城堡才一起呢 還可以守住這裡的主金 都有黃金礦 好這一波炸了一波 喔 沒了 感覺viper的海戰 不用打了 沒有碼頭了 現在要去外面蓋碼頭也不容易 一堆馬跟危機黃戰士也衝了進來 難受啊viper viper的經濟也是落後當中 資源量已經被滾到了 危機領先了一萬多資源 viper達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危機這個文明 經濟真的是太鬼了 好到這種程度啊 那我覺得viper有這一波 第一波工兵看到木牆 沒有先往前走幾步 看一下有沒有TC這件事情 呃只能說他也不該看 因為如果被看到的話 如果他要打突襲 被發現就沒意義了 但是他不看的話 又也不知道裡面有沒有TC 如果裡面剛好沒有TC 那viper這一波突襲 才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優勢 那我覺得即使真的被viper突襲成功 可能HERA也不會馬上炸裂啊 畢竟他RTC也可以繼續往後補 繼續守TC防守就好 所以HERA只能說變成 非常非常的穩健型的玩家 好我們來恭喜HERA拿下了 第四場的比分的比賽 第五場的比賽 拿到四分的比分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第六場比賽 那這場比賽呢 是viper選擇了馬扎爾 KERA選擇了達達人喔 那以這個文明的來看來說 viper這邊的優勢呢 是一開始的肉馬就有義工的優勢喔 所以可以看到槍兵這邊一開始就是3加1 所以可以看到槍兵這邊一開始就是3加1 肉馬則是5加1的這個攻擊力 好 那HERA這邊選擇了達達人 我覺得這個文明選的比viper更好 因為這張地圖的羊其實是有點多的 那這邊可以吃羊呢 吃的久一點 可以讓自己獲取更多的食物 讓他比較好上城堡時代 因為達達人這張地圖呢 是上城堡時代是重點 他的目標是上城堡時代 出馬功 而viper這邊的目標呢 是在封建時代 直接把這手給打爆 是他的目標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肉馬的傷害夠高 但前面跟對方對農 是沒有任何的優勢的 以及馬賽爾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所以viper一定要趕快 去把自己的肉馬數量給堆疊起來 好這一個尾的漂亮 OK 趕跑 這個直接硬打 打了一些殘血 那Kera呢 這邊達達人的馬功還有個優勢 就是這張地圖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隻高地跟低地的地方 這邊達達人的高打地的優勢 就可以發揮到年齡機制 不管你是要去中間打野或是去對方敵人家裡騷擾 這邊一直可以獲得高打低的優勢 非常的麻煩 所以我覺得 Hera 選擇在這張地圖使用打打 一定是有做功課 那viper選擇了 這個馬扎爾 我覺得是有點微妙的 雖然兩邊都是馬功文明 但是viper的馬功 是要到帝王時代才會比較強 城堡時代只有產能的優勢 以優勢來看 Hera的優勢更大 城堡時代以上 具有免費的拇指環 光這個能力 就讓Hera的馬功 獲得很好的優勢發展 所以viper選擇了馬扎爾 我覺得並不是非常優的文明 這裡要小心 viper這一波 要直接硬吃 這場比賽 原來Hera拿到了4分 所以viper 已經面臨非常巨大的壓力了 原來Hera在拿一場比賽 他就是確定了 2024年的 紅牛統治盃的世界冠軍了 所以Hera已經聽牌的情況下 viper現在的壓力非常大 不能再輸了 再輸下去 冠軍就要被人家拿走了 好看一下這四隻工兵 現在已經得下了一擊馬鎧了 很快喔 這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這四隻工兵被追殺死 應該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那這一次的比賽冠軍好像是 四萬五千美金喔 那換成台幣的話 自己呈三十元 就知道是大約多少台幣了 第二名好像是兩萬七千塊美金的樣子 不管怎麼說都是一個豐盛獎金喔 如果現在我們台灣有年輕的選手 或是實力高強的選手們 都可以嘗試往世紀帝國這個方向發展 我們台灣世紀帝國的選手的數值喔 其實也不差 我們只差在經驗上的差距比較多一點 那世紀帝國這個遊戲也確實是喔 你的遊戲經驗越多喔 這個贏下遊戲的比賽機率就越高 凡是手術之類的東西喔 並不是那麼的影響那麼重 我覺得年紀在這款遊戲上面 並不是太大的劣勢喔 那當然啦 有手術還是一定會比較有優勢的 但是以看其他RTS遊戲比起來 手術在這個遊戲來說 並不是那麼的那麼的有影響 那當然如果你有觀念經驗又有手術 那就是跟HERA一樣了 真的是世界冠軍等級了 所以呢如果你今年四十歲三十歲 還是可以來拼一下的 拼一下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HERA這一把 是已經點到城堡時代了 他的任務目標已經拿下 而且他在封建時代只是損失了一村 基本上沒損失到經濟 而且由於羊可以吃的比較久 所以現在呢 只撒幾片田就可以升到城堡時代 BIPP這波直接要硬打 他不硬打不行了 不打的話經濟差距會拉得很大 而且馬攻出來之後就沒有主動權 哎唷 BIPP這波直接衝進去 抓了 山村嗎 哇 BIPP這波血賺 好但這波又來了 但是這次有槍兵 有槍兵在有點麻煩 好帶領槍兵也收進去了 好馬攻三個射箭場 趕快出 搭搭人的目標就是把馬攻速起來 還有彈道水點下 好那就可以穩穩的 壓制BIPP了 那BIPP這裡的目標就是一直出 不要讓對手Hera去用馬弓騷擾家裡 這樣才有機會喔 所以這場比賽注定是要來封建打城堡了 所以才說Wiper選這個文明有點選的不太好 就是因為他已經把堵住堵在了封建時代了 但是Hera一上城堡時代基本上就很難再打回優勢了 結果這個馬弓才剛說完沒有優勢 直接貼在臉上吃了好幾發的傷害 而且Hera還沒有去點品種 感覺品種不會那麼早點喔 應該是全力去產這個馬弓才行 但是沒有產品種馬弓的數量又很難堆疊起來 畢竟太軟了 所以這就有點尷尬 到底是要先點馬弓還是先點品種 那我個人想法馬弓數量還是大於品種的 所以先點馬弓可能還是大於品種 OK現在五隻村民又收進去 射跑Wiper的肉馬 Wiper的肉馬在後面開始繞 看你的經濟有沒有正常 發育是不是正常 發育很正常的話 我就要來抓雞了 老鷹抓小雞 是這個意思 沒事的 好 三隻肉馬 被射掉了 那現在肉馬有一大圖衝過來 結果Hera已經衝過去了 Hera點下來一擊的攻兵鎧甲 那Wiper家裡現在只有兩個選項 可以打 一個就是爆更多的肉馬 逼退馬弓回家 再來就是插箭塔 那Wiper這裡有挖石頭 應該是有插箭塔的 所以應該不用太大擔心 結果這一波 Hera好像死傷開始出現了 這麼多的村民 這一刀拿下 漂亮了 但是Wiper這裡也是死了一堆村民 山村也倒下 這裡直接滴了房子 用肉馬過來解決 當然Wiper的肉馬又過來 但是這次沒有出現死傷 這裡看一下 殘血肉馬還有三隻 這一村 這一隻肉馬一刀 兩刀 第三刀 哇沒辦法拿下 可惜了 好 Wiper果然是有補劍塔 但這裡 劍塔誰剛補 這裡又一波 溜進來 Wiper 這麼會溜的嗎 抓姬行動 大成功啊 OK 又抓了兩村 一個亮王塔裡面 只能補五個村民 好 村民想要回頭 這個殘血的村民 居然沒有拿下 也是可惜了一點 好 這裡贏 看到的羊 趕快往上 不要給HERA 這把遊戲 千萬不能讓HERA有機會拿下 拿下了 HERA就是世界冠軍了 MIPER的壓力 壓力三大 千萬不能失誤 肉馬上去頂 不要讓他射村民 肉馬 肉馬 收收收收收 往前頂 跑快跑 還沒有彈道學 OKOKOK 只是死了一村 還能接受 白婆這邊的死傷 算是很小很小 現在打打沒有彈道學 壓力真的是沒有那麼大 這裡肉馬又來了 這裡直接手撕箭塔 感覺有機會 好 我們看一下箭塔的血量變化 這裡的肉馬又抓到了一村 兩村拿下 馬公防守低打勾 好下方有個伐木場 但是HERA並沒有去伐木 好 現在六王塔的血量剩下130d 110 這裡箭塔收村 馬公走進來想要直接抓 VIPER的村民 再圍一下 點掉了一村 好 最後六王塔打掉之後 這裡馬上補了一些房子 這裡又有肉馬 再抓了 又抓掉了一村 VIPER這裡壓力很大 喔唷 趕快圍起來 兩邊的攻勢很猛烈 但是打打點下彈道學了 彈道學點完 VIPER 就難受囉 現在肉馬的數量已經沒有辦法阻止 HERA在家裡繞了 能盡可能的去對方家裡 抓對方村民 逼對方回家防守 OK 這裡馬公直接又走進到箭塔的射程範圍內 想要抓這一村 沒問題 哇 又一村拿下 拿兩村 但左邊這裡也是 APP有收村嗎 射了幾村之後 跑走 射了箭塔的傷害 馬公損失的數量有點多 這一波 HERA要匯兵了 16加16村 喔唷唷唷唷 這裡又是一波打鬥 VIPER家裡雖然有受傷 但是HERA家裡也是炸裂 把這個肉馬直接硬尻尻 打得進去嗎 破洞了 破洞了 HERA 這波村民過來 怎麼會過來呢 前後都在找火 VIPER這一波有機會了 世界冠軍 沒有這麼好拿 VIPER表示 你的冠軍 還不一定是冠軍 我的肉馬 是有機會的 好馬公還在後面射 哇這裡又抓了幾村 VIPER的石頭已經挖完了 箭塔可能還要再補一些喔 好這裡再補了一根 好那現在石頭還在挖 現在石頭礦繼續穩定 好但是這裡壓力很大 所以要一直觀察家裡 沒有辦法專心的控兵喔 好此事之肉馬 數量很多 點下來一擊射 增加一下箭塔的防守範圍 又被抓了兩村 哇這三片田真的是不能種阿VIPER 往後種吧 往後種田比較實際阿 這個一直被抓這三村不是辦法 這感覺是怎樣 定期收稅 我就定期繞這附近的田 就會有村民自己出來送了 VIPER現在就是這個狀況 這些這兩片田也是 這兩片田也不能種 除非這裡再補一根箭塔 酷了 農田一直被射掉 好但是這裡馬公有抓到VIPER的 進攻路線 右邊也有打鬥 但是有馬公守著 應該沒問題 別錯馬公 依依就是很麻煩的東西 又要來收稅了 好這次HERA決定 不要來強制收稅 幫VIPER地下農田 好這樣VIPER就不會一直出來送了 OKOK 暖心的隊友 兩個都是GRO戰隊的 隊友的困難就是自己的困難 幫助隊友是正確的事情 好沒錯 好那這裡 WIPER又抓了一村 好終於想要補劍塔了 WIPER但是補劍塔直接被抓爛 FOO了 哇天女善花 熟掉了 這個劍塔可能會被射掉 有取消嗎 WIPER沒取消直接劍塔被射掉 寫了一百二十五石頭 WIPER這邊高打地的打打馬公3S還太高 好 哇高打地 射農田也很快 只能說 HERA真的是有做功課啊 這個文明選的是真的真的好 OK這邊 這個洞還沒有補起來 又有機會了嗎 挖穿了一個大洞 VIPER應該是有看到了 好補了一個亮望塔 好搞定這次肉馬 好肉馬過來抓下馬公 這裡9隻馬公 右邊11隻 兩邊 一直在站崗 現在HERA在忙著處理這些肉馬 MIPER這邊要上城堡時代應該是不可能的 那HERA這邊很簡單 只要繼續噴馬公應該就10拿9穩了 冠軍 現在 來到了HERA身上的幾率是高達87% 不能再多了 MIPER的勝率可能真的只有13%了 怎麼辦呢 只能打封建 只能打封建 也沒辦法 只有肉馬能打 那有人會說 出毛病呢 出毛病也不一定能反擊回去 而且HERA是會抖動的玩家 毛病很容易打空 風擊速度又慢 出久了 也沒有彈導血的優勢 所以只有肉馬能打 但是肉馬好像也打不贏 這頭送掉就沒了 來吧這邊打出了GG 恭喜HERA 拿到了2024年的 紅牛統治杯決賽的冠軍 45000枚 HERA成功拿下了 HERA這一波打得真的是很好很好 策略目標都相當明確啊 直接升到城堡時代之後 就直接單出馬弓 我也不管開提是什麼的 反正就是出馬弓 守住了Viper的進攻 我就贏了 Viper這邊真的是沒辦法 馬大這個文明 跟打打要對拼馬弓 沒優勢 只有產能的優勢 在產能一直以來 都不是馬弓的太大問題 因為大家都會三射箭場 甚至四射箭場都有可能 所以馬大的馬弓到後期 才有優勢的問題狀況下 要在這張地圖打前期 才是他的未來 但是Viper選擇了前期的未來 但是沒想到 HERA直接上城堡時代 只能說Viper的想法 已經被HERA看透透了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